房子都涨价了那么多年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有了地产巨头债都还不起了呢 所以他们之前赚的钱都去哪了呢 以恒大为例 恒大总负债高达1.97万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全球最赚钱的上市公司苹果 总资产高达3300亿美元 折合人币是2.1万亿 但如果想还上恒大的债 那就需要把苹果所有的家当 砸锅卖铁都卖掉 如果让苹果去还恒大的债 那就再也见不到苹果手机了 不止恒大 很多地产巨头都出现了资金压力 那这个事情就很离谱啊 这十几年来要知道 房子是从几千块钱一瓶 涨到了几万块钱一瓶的 按理说早就该赚翻了 怎么现在就还不起债了呢 那之前赚的钱去哪了呢 其实呢这个道理很简单 好比张三拿了10万块本金去炒股 大牛市一来 10万块本金赚到了100万 同时牛市让所有人都疯了 满大街都在喊 股市会永远涨 早买早赚钱 那张三头脑一热 就高息借了500万全仓杀入 结果这个时候交易所突然宣布了 禁止融资买入股票 那张三就惨了呀 手里的股票抛不出去了 因为没有人接盘 500万的高利贷 每天又会继续的产生利息 没过多久 不但他之前赚的钱吐出来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而地产也是一样的 有一些地产巨头 在房价最疯狂的时候 抛马圈地 举债扩张 可是一旦房子不好卖了 什么资产折旧 什么利息费用 员工成本等等 都会变成头上的一座座大山 这个时候想变性还债 想收缩 却已经找不到接盘方了 而这么多年来所赚到的钱 有一部分是被供应商赚走了 变成了供应商员工的工资 被消费掉 一部分发给了自己的员工 以及用来分红 还有一大部分用来再投资 被锁在那些没有被卖掉的楼盘里 继续产生利息和支出 总结成一句话 那就是 地产巨头们赚的钱去哪了 都被一只怪兽给吃掉了 这只怪兽名叫贪婪 房产税终于来了 人大常委会决定 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限为五年 由试点地区自行制定细则 所以这个房产税会收多少 会在哪些地区先开始收 房价会不会因此而下跌呢 我们以历史经验为参考客观来看一下 其实早在2011年 上海重庆两个城市就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了 上海是按照0.4%到0.6%的税率在征收 但是呢 人均还有60平米的免税面积 而且他们是仅仅对那些新购买的房产征收的 对于本来就有房子的本地人 以及买了房子三年以上的外地人来说 都不在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 而重庆呢则是按照0.5%到1.2%的税率去征收 对于那些本来就有房子的人 每户有180平米的免征面积 而新购房呢 也只是对独栋住宅高档住宅征收 在收税以后 上海重庆的房价有没有下跌呢 显然没有 2011年至今不但没有跌 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而且我们发现呢 上海重庆的征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免征额度很高 一家三口只有超过了180平米 才需要顾虑一下房产税的问题 而且呢 对存量房没有什么影响 对于新住房的征收 也仅仅限于那些高档的住宅 所以对于那些买了大平层 大别墅 或者说是手里一堆房的居民来说 他们才需要交税 而这套房产税的方案更像是解负 效果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税收 但是却没有让房价大幅下跌 那么这回多地试点 很有可能也会参考当年上海和重庆的方案 但是要看到 就是现在地产市场的环境是不如当年了 所以呢 这回试点的影响 没准会比当年要大一些 然后试点范围呢 应该也是会优先选择 像上海重庆这种一线城市 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些城市本来炒房的现象 就是比较严重的 另一方面 这些城市人口流入比较多 需求大于供给 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崩盘 而二线 美国宣布了将恢复352项 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归根结底在于我们一流的公共管理能力 所带来的强大的经济韧性 有人说了 老美豁免关税这个事啊 其实是想拉拢我们 好去一起对付毛熊 但这可能性并不大 老美更大的考虑可能在于自己的通胀问题 因为二月份美国的CPI同比又上升了7.9% 又创了1982年以来的40年的新高了 由于疫情造成劳动力不足 还有运输受阻 生产受限 导致供应链更不上了 那商品的生产就无法满足需求 价格就会上涨 这样就会给老美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 而来自咱们中国的廉价商品的出口 一直以来都是缓解美国通胀的良药 2018年的时候呢 老美对我们的商品加征了关税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想削减中国商品的顺差 让我们少赚一点钱 经济发展的慢一点 但是加关税这个事情 肯定对他们自己的通胀也是没有好处的 但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 权衡利弊之后 他们还是选择了加关税 商力八百自损一千 有人说了 这个关税最终还是美国企业在承担的 但是严格来说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这份关税肯定是双方共同承担的 假如说有十块钱的税的话 他们的企业如果承担了七块钱 那我们的企业也得承担个三块钱 但问题就在于 他们企业的毛利率会比我们高很多 可能他们本来有十五块钱的利润 那么就算承担了七块钱的这个关税 还能剩下个八块 那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五块钱的利润 承担了三块 那就只剩下两块了呀 但是现在是他们先顶不住了 因为他们没想到疫情来了 更没有想到我们抗击疫情的能力如此优秀 在最大程度上 我们保证了我们企业的正常生产 这样一来呢 使得他们更加依赖中国商品的进口 使得中国商品在定价权方面 更加占据了优势 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17.93万亿增长4% 贸易顺差3.7万亿增长27.4% 我们是全球唯一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3月1号的晚上 郑州发布了19条稳楼式的措施 大幅的放宽了限购现代 你可能会说了 不是早就有城市这么干了吗 但是啊 那些都是三四线以及三四线以下的城市 郑州可是省会城市 这说明啥呢 说明二线城市也开始松动了 这个事儿就值得重视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郑州的做法 一方面呢 郑州放松了限贷 他对于那些有一套住房 并且节清了购房贷款的家庭呢 如果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房贷的 就可以执行首套房的贷款政策 这个事儿相当于就是放松了限贷的标准了 降低了购房的首付比例了 另一方面 郑州是率先放松了限购的政策 他的规定是 如果有子女和近亲属 在郑州工作和生活的 鼓励老年人到郑州来投亲养老 并且允许他们所投靠的那个家庭 新买一套住房 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限购的规定 老年人所投靠的那个家庭 可以新买一套住房 这显然就是增加了 这一类家庭的可购房套数了嘛 此外新政还鼓励市民们 卖小买大 卖旧买新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郑州有一些区域 已经把二手房交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 修改为了两个选项 既可以按照差额20%的税率 缴纳个人所得税 也可以按照1%的核定比例 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这就意味着 这一项从2015年就开始实施的 二手房税费政策 也开始迎来了松动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郑州现在是放松了限购 限贷 还降低了二手房的税率 稳定楼市的意图真的是不言而喻了 但是不得不说 郑州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2021年的下半年 郑州接连遭遇了特大暴雨和三轮疫情 各行各业遭受了重创 楼市更加艰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全国七市城房价数据 郑州在720暴雨过后 从2021年的8月到12月 新房二手房的价格是连续的在下跌 新房的销量跟2020年的同期相比 是腰斩之后再膝盖斩 创了近5年的同期新敌 这也难怪2月15号 刚刚上任一个月的郑州代事长 就在公开场合称楼市了 并且郑州不是孤立 中原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的1月份以来 咱们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 发布的次数累计 明年的市场集会怎么样啊 明年市场中的钱会变多 但是业绩高增长的板块会变少 机会更集中更结构化了 同样板块里面 个股的表现都有可能出现 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这个事就意味着操作的难度更大了 因为你很难选股了呀 那有没有全面的指出性上涨的机会呢 有的 但是可能得等到明年年中左右 才会出现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 全部是来自于天风正确 在今年年底的投资策略报告中 对于2022年行情的展望 他们的这些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要知道现在是年底了 有很多重磅的会议召开 而这些会议呢 往往就会对明年的经济和政策定调了 比如说三季度货币政策会议上 已经删掉了 管好货币总闸门 和不搞大水漫灌这样的说法 接着我们看到下调了存款准备金 然后呢本周的政治局会议上 政策的重心已经从调节构变成稳增长了 那么天风策略就认为 接下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信用扩张周期 信用扩张周期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阶段呢 一般企业它是能够通过各种手段 大量拿到便宜资金的 通常这种时候市场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这个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是信用扩张周期 可是也得看一下这个信用扩张 到底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呀 只有那种全面的信用扩张才会让地产链条 就是包括金融啊建材等等 这个涉及到了一大片的板块 真正的受益 那是否会全面宽信用这个事情 又取决于出口制造业和就业数据的表现了 如果现在这些数据都很差的话 那么全面宽信用的概率就会很大 但是现在三季度出口是超预期的 带动了制造业投资连续的改善 最终呢就使得城镇失业率下降 所以呢天风策略认为就当下经济来看 货币政策暂时还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所以呢他们更倾向于现在 还是局部信用扩张 会继续让地产出清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全面的信用扩张呢 按照天风策略的预计 可能会在明年的二三季度之间 如果全球疫情缓和 我国的出口出现比较大的回落 到那个时候就有希望出现全面的宽信用了 或许到了那个时候 地产链条的相关行业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机会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这也只是一波 有一家券商预测明年是要上涨的 但是他们居然是用周一里的天干地支来做的预测 现在呢这篇盐报已经被删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 它是怎么来做的预测 首先简单看看什么叫天干地支 天干是一种实进制的算法 每个天干对应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年份的个位数 像今年是2021年 那个位数就是1嘛 这个1对应的天干就是新 那地支是12进制的算法 用年份除以12得出来的余数对应着每个地支 那今年是2021年除以12之后等于168余5 5对应的地支就是丑 所以今年就是新丑年 每个天干地支都会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它们是相生相克的 比如说明年是2022年 就是人银年 人对应的是水 银对应的是木 水生木 所以明年就是一个天干生地支的年份 重点来了 这份盐报里呢 把A股历年来的涨跌 都用这个方法做了一个统计 结果居然被它们找到规律了 天干为丙丁几的年份全都上涨 天干为雾星的全都下跌 地支为陈丑五的都涨 地支为四银的都跌 而天干生地支的年份呢 则全都上涨 明年我们刚才不说了吗 就是天干生地支哦 水生木的年份 按历史来看应该是涨的 更觉得是这个盐报里呢 还把哪个月会涨 哪个月会跌都给你算出来了 盐报统计发现 丙月 轨月 银月 出现了显著性的上涨 然后呢 它做了一个模型 算出来了 接下来每个月上涨跟下跌的概率 我给大家大概翻译一下 就是说接下来的10月份 11月份 还有明年1月3月和12月 大概率上涨 你们说这个模型厉害不 让外子来感受一下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吧 但是咱们终归不要迷信 因为用这种方法来预测市场 怎么可能靠谱呢 而且这个券商也回应了说 这个报告不是正式 对外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 它不涉及到投资建议 而这个PPT呢 也只是在闭门会上用了一下 不过我总觉得 这个回应有哪里不太对劲呢 北交所到底是咋回事呢 散户到底要不要参与 北交所的交易呢 想要了解北交所 你先要搞清楚 什么叫新三板 新三板呢 是一个俗称 全名叫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那顾名思义呢 就是给中小企业交易股权的地方 要知道中小企业 那可是咱们经济的基本盘 它给国家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 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规模 现在还太小了 它还达不到在创业板 和主板上市的门槛 所以呢 这个新三板的作用 就是给他们服务的 好让这些中小企业 也拥有上市融资和交易的机会 这样呢 就可以帮助他们快速的发展了 那么在新三板里面 又分成了基础层 创新层和精选层 所有的中小企业 只要经营满了两年 并且满足了这些条件 就都可以进入到基础层 进入了基础层之后呢 只要表现优异考察合格的 又可以进入到创新层了 在创新层里再发展一年 只要满足了条件 就可以进入到精选层了 而北交所 其实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 是升级版的精选层 把精选层从事业边 升级成行政边了 从而就变成了和上交所 深交所齐名的第三大交易所 也就是说任何一家中小企业 其实呢 都可以通过打怪升级 一路从基础层升级到北交所 获得和上交所 深交所的股票同等的地位 而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呢 能够在上交所 深交所上市 真可以说得上是一步登天了 而北交所的升级曲线 会更加的平滑 这些公司呢 可以一边融资 一边发展 一步一步的成长 为真正的上市公司 显然这个事情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 是更加友好的 那现在对投资者来说呢 只需要50万的资金 就可以参与北交所的交易了 和科创版的门槛是一样的 那普通投资者 到底要不要参与呢 肯定是各凭本事了 如果你觉得你能赚得到 你就搞 赚不到就不要搞呗 反正就我自己而言 我是暂时不打算 直接参与北交所的 因为我能力有限 我怕我选不到好股票 目前北交所的股票有81只 从头翻了一遍之后呢 我发现选股真的太难了 一个原因是 信息披露的太少 比如说 我翻了几家公司的半年报 发现比起主板来说 北交所财报的规范度和充实度 还有待提高 也没有 这两天有个人讲了一段话 结果呢 黄金大涨 美股新高 美元却大跌了 这个人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他讲的这段话 可以说是把下半年市场中 最大的顾虑都给打消了 那么他到底说啥了呢 他说年内就要开始缩减美债的购买规模了 但是还没有到加息的时候 什么意思啊 缩减美债购买规模 那不就是货币收紧吗 货币收紧 为什么美股还能大涨呢 缩减购买美债这个事情 跟加息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今天就把它都来理清楚 首先要搞清楚 美联储为什么要购买美债 因为疫情之后 很多美国人是既没有存款 又没有了收入 就只能靠政府帮衬了 政府一边要投资基建提供就业岗位 一边呢 直接发现金给大家花 还要往金融体系里注水 保证充足的流动性 那政府哪来这么多的钱呢 其实就是靠着发行美债换回来的 美联储就是美债最大的买家了 在疫情期间呢 美联储获得允许 可以无限量的印刷钞票 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这个事儿就是传说中的无限QE 去年到底印了多少钞票呢 我们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里面显示 2020年 美国的新增国债中超过一半 被美联储给买走了 这两年 美联储的印钞数量 几乎赶上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直到今年 美联储还是保持着 每个月800亿美元的购债速度 那这次鲍尔讲话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每个月买800亿 太多了 得少买一点 这个事儿就是传说中的Taper 也就是缩表 那它具体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 直观一点来看的话 假设每个月减少购债500亿 那每年不就减少了6000亿美元的货币投放了吗 市场上少了这么多的货币 是不是就意味着物价要下降 美股要下跌呢 其实不是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原理呢 有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美联储减少购债 会减少货币供应量 但不会显著影响市场上的货币总量 是不是有点听懵了呀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央行是专门做过解释的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市场上有到的流通货币 是取决于商业银行发了到的贷款 比如说你贷款100万买房 前两天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说 要发行特别国债 很多人会对这个概念比较的陌生 我们知道国债就指 国家跟你借钱做国家想做的事情 那特别国债 其实只是特别在了特事特办和专款专用上 历史上呢 我们只发现过两次特别国债 从这两次的经验来看 这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上一次用这个政策 用这个工具还是在07年的时候 13年没有用过 为什么现在用它呢 其实说到底特别国债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不会被记录到财政赤字 赤字就是说你的支出 大于了你的收入 两种原因 要么就是你收来的钱少了 可能是减税降费 要么就是你花出去的钱多了 可能是投资 所以呢 赤字是不能太高的 国际通常惯例是不要高于3% 我们去年是2.8% 今年还没有定 但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国家可能是在为 接下来的减税降费 和增加支出 腾挪空间 是为了应对疫情 对于经济带来的 小盘股的估值 难道真的就会这样被颠覆吗 在上个周末 国九条提出 要严格退市标准 大力出新僵尸企业 结果引发了市场的过度解读 前两天微盘指数大跌了18% 上千只股票是连续跌停 搞到昨天晚上证据会赶紧回应 表示说 目的是为了精准的出清那些 劣迹 既差的风险公司 而不是说要针对小盘股 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今天微盘指数终于是暴力反弹了9% 股民们这两天是结结实实的 做了一把过山车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呢 反正我感觉吧 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心里默认了两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是默认了所有的小盘股 都是劣迹股 既差股 就算里面有好人 反正散户也分辨不出来呀 那不如就一律当做坏人了 第二是默认了 要是买到了造假股退市股 就一定会血本无归 得不到任何的赔偿 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呢 可能是在出台处罚机制的同时 没有相应的明确补偿机制 就好比是我走在路上 被抢劫了 最后呢 法院给那个抢劫犯判了三年 但是却没有判他要把钱还给我 那我肯定害怕嘛 那以后但凡有人离我近一点 我可能都会觉得他是个抢劫犯呢 当前的市场急需改善上市公司的供应质量 改善供求关系 严格退市标准这个事情 我举双手支持 但是呢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相应的明确补偿机制呢 比如说 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市场嘛 退市呢 由交易所提供少量的补偿 财务造假呢 由上市公司提供大量的补偿 投资者交易盈亏自负 没问题 但至少不能被骗了抢了吧 有基本的保护 才有勇气进场 那据说小盘股的估值体系会不会崩塌呢 反正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本来大盘小盘对应的就是两种策略嘛 大盘对应的是高胜率低赔率 小盘对应的是低胜率高赔率 在几千只小盘股里面 选到机油股这个事本来就很难 因为盘子小不是业绩差的原因 而是业绩差的结果 业绩好一点 早就不是小盘股了 而那些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的投资者 则是希望能够在上千只小盘股里面 选到几只前途无量 市值能从几十亿涨到上千亿的公司 那么在新规出来之后呢 这个策略也不会改变 难度也不会改变 只是说选错的成本会相应的提高了 所以说呢 感觉大家也不必那么恐慌 但是啊 散户最好还是相应的完善一下 自己的纠错止损的机制 千万 物价涨了 但是工资要什么时候涨呢 现在全球都在通胀 可是各国家的央行 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措施压制一下呢 原因或许在于 目前的通胀在各大央行的眼里 还算不上威胁 昨天呢 央行不是召开了一个金融数据发布会吗 就强调说 目前的这个通胀总体可控 并且说 随着全球的供给恢复 运输效率的提升 大宗商品和能源品的价格 会有希望回落 而对面的美联储也是在不断强调说 通胀是暂时的 所以你看各个国家为什么会这么淡定 对于这个通胀 几乎就是视而不见呢 新业研究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报告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们认为涨工资会加剧通胀 可是现在不是还没有涨工资吗 所以暂时还没有具备长期通胀的条件 新业研究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呀 他们是通过历史的研究 因为近百年来发生过两次大型的通胀 先说第二次 第二次是在1970年到1980年 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 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 于是就开始超发烂发 而且美联储为了降低失业率 就拒绝加息 坚持低利率 结果导致了当时的通胀也高 失业率也高 面对物价的上涨 工会的工人们就要求提高收入 后维持生活水平 迫于无奈 企业就给大家涨了工资 顺手提高了商品的价格 就等于是把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了 可是这样的话 物价不就更高了吗 形成了一个工资涨 物价涨 工资涨 物价涨的螺旋循环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年 直到沃尔克上任之后 用强硬的手段加息收紧了货币 才终止了这个恶性循环 而第一次的大型通胀 则是在二战前后 这轮的高通胀是有很多原因的 比如说像煤炭石油棉花等等 很多东西的生产 因为战争都停下来了 而且战争期间运输状况 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东西也进口不进来 所以物资就不够用了 价格自然就上涨 而且当时美帝对于消费品 还实行了一个配额限制 像糖 咖啡 肉 汽车 鞋子啥的 都有购买限制 这就使得当时的居民们 积累了大量的超额储蓄 等到战争一结束 存了几年的钱 一下子花出去了 就拉高了物价 此外为了加速账户的经济恢复 美联储还实行一个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就也给物价上涨 火上加油了 一定要注意了 今天如果你不这么操作的话 有可能会巨亏30% 已经有人在这个事情上 亏了100多万了 持有可转债的小伙伴们要注意 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转暖 所以可转债的赎回潮又来了 操作不当的话 就会面临着比较大的损失 比如说今天是创为转债 最后的交日 还有两个小时 不及时卖出或者转股的话 就会出现巨亏 这个创为转债 27号的收盘价格是144块3亿张 而28号最后的交日一过 就会按照每张100.31元的价格 强制赎回 如果您持有创为转债 又没有操作转股或者是卖出的话 就可能会立马大亏30% 这个可转债的强制赎回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 才能规避风险呢 其实可转债的强制赎回 一般来说呢 就是在可转债的转股期内 它所属公司的股票 如果连续三个交日中 至少有15个交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转股价格的130% 那么上市公司就有权 以接近面值的价格赎回可转债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 当可转债的未转股余额 低于人币3000万元 上市公司也有权赎回可转债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强制赎回呢 就可以让那些持债人尽快的转股 免掉上市公司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压力 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继续融资 发下一期的可转债 可以提高它的融资效率 但是可转债一旦遭遇强制赎回 而投资者又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 及时卖出或转股的话 那可转债就只能被赎回 对那些是高一家买入可转债的投资者来说 可能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亏损了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行使这个赎回权 交易所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批率 有很严格的要求 当满足可转债赎回条件的时候呢 公司应该发公告 明确是否会行使赎回权 如果决定要赎回的话 公司还应该发布可转债的赎回提示公告 提醒投资者及时操作 可是呢尽管上市公司都会多次提醒 但每次强述发生之后 仍然还会有不少的投资者 没有进行转股操作 保持平白无辜大亏的情况 比如说最新的案例是6月份的新春转债 这个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是6月10号 当天的收盘价是每张155.29元 之后呢新春转债被按照 每张100.323元的价格赎回 最后有两万 大佬们难道也缺钱花了吗 很少减持自家股票的刘强东 最近一个月就减持套现了60多亿 他先是在6月17号减持了 京东A类普通股450万股 价值大约是18.7亿元人民币 之前呢他还通过自己控股的家族信托 在连续减持京东的股票 不到一个月减持了1.11亿股 大约折合人民币是43.8亿元 除此之外呢 到4月底到5月初 刘强东还减持了京东健康4.4亿港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3.8亿 那么这三笔减持加起来 一共是66.31亿 对咱普通人来说 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但是按照东哥的身家来说 也不过如此 而且呢 这样的减持并不会影响到 他对于京东的控制权 我们会发现近些年来 不少大佬都在纷纷的减持套现 不光刘强东 马云退休之后一年的时间里 就套现了430亿 还有马化腾 在腾讯上市之后 他减持了都不下40次了 有人计算过 如果马化腾一直不减持股票的话 那中国首富估计就没有其他人什么事了 那怎么来看待大佬们纷纷减持套现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理解 只要他不是违法违规减持 不偷税漏税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因为套现获利始终就是资本市场的最终目的嘛 而且呢 现在互联网的红一期正在慢慢的消失 大厂们想再要寻找到重大突破的机会 变得越来越难了 同时呢 很多大佬的减持 据说也是为了实现个人梦想 比如说马云就说要去当乡村教师代言人 黄征呢 是要去搞食品科学研究 而刘强东也宣称 要搞乡村振兴等等 或许 当公司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而经济环境又存在了太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可能这些大佬们 手里拿着现金 心里才更踏实吧 最后这些大佬的减持 究竟他们个人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不妨可以思考一下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会在什么时候 卖掉手里的资产呢 这个剧情绝对是比电视剧都要夸张 放到银行保险柜里的80吨黄金 经过了入库的检验的 还有保险公司承保的 结果等到他们再拿出来的时候 居然变成了一堆铜合金 这个事背后的作局者贾老板 光这一票狂骗200亿 可是结果呢 居然因为A股太拉垮了 贾老板被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不说 顺带的 还把曾经的山东首富 给坑回了解放前 今天这个案件 一审已经宣判了 这位贾老板呢 无期徒刑 具体啥情况啊 作局的这位贾老板叫贾志宏 旗下有家珠宝公司 叫金黄珠宝 贾老板一直以来就有个执念 他特别想去A股上市 早在08年就想在深交所IPO了 结果被人家一棒子给打了回去 说他怎么营收一年增长80倍 这不是妥妥的财务造假吗 于是呢 他转头就在2010年去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但是在那边的股价一直起不来 所以贾老板就还是想回A股 既然IPO没息了 就借壳呗 一开始是举牌了ST五昌鱼 结果被监管发现这事又黄了 所以说贾老板有执念呢 两次碰壁之后呢 他不抛弃不放弃 又换了个目标 绕到借壳襄阳轴城 先花70亿 吃下襄阳轴城的大股东三环集团 再把金黄装到上市公司 可是呢 小老板没有这么多钱呢 于是呢 他就用假黄金 质押给银行和信托公司等等金融机构贷款 总共搞了80吨的假黄金 带了200亿出来 打的算盘就是先上市 然后再套现 把这个钱给还上 为了让这些金融机构更放心 贷款更顺利 他引入了保险公司 给他质押的这批黄金城堡 说我这可都是9999的足金啊 保险公司给我证明啊 可是没成想 襄阳轴城的股价实在不给力 连续亏损 到2019年 小老板还不上钱了 借钱给他的多家信托公司 也开始逾期了 没法兑付 这些信托公司 本来还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不就是起诉法院 然后强制查封这堆黄金 然后把黄金拍卖还钱呗 可是结果倒好 拍卖前的检测阶段才发现 这80吨黄金全是假的 只是一堆铜合金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疑点哈 事后来看的话 首先呢 黄金它是硬通货呀 价格是非常透明的 你想把这批黄金变现很容易 即便把黄金卖了再买回来 只要做好套旗保 你捡这些烂肉 是要回家吃吗 这是我的爸爸 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我们这儿的孩子 活不到长大 这两天呢 还有个网友的评论非常的火 有一名出生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视频之后 发表了一篇心酸的评论 他说他小的时候呢 士兵在他的耳边开枪取乐 导致他诱饵失聪 为了取水 他要给那些看守水员的士兵表演 模仿各种动物 他的母亲告诉他说 长大以后想办法离开 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行 他非常羡慕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能够保护我们 他说看到中国大妈跳广场舞 不觉得是产生了噪音 反而会感觉到一种安全和富足 只可惜 他失聪的诱饵 听不到这种富足的声音 人之所判各有不同 我们在盼望下个月的工资 但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人在盼望下个月的太阳的 其实搬着指头算一算 我们过上好日子 也过去是短短数十年 饥饿和侵略历历在目 废墟里面孩子们的今天 也是我们的昨天呐 在1964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同时呢 巴勒斯坦拥有自己的第一面国旗 三年以后 以色列在西方的支持下 取得了军事胜利 对巴勒斯坦实施贸易封锁跟经济捆绑 1986年 中国GDP突破万亿 而在这20年间 巴勒斯坦的外贸赤字扩大了20倍 一半的生产部门为以色列服务 在以色列工作的劳动力比例 从零上升到了40% 2001年 中国加入WTO再次腾飞 而同时呢 巴勒斯坦的失业率突破了30% 失去了生产力的基础 巴勒斯坦的反抗力量越来越弱 我们凭借着强大的凝聚力 战略纵深与坚强的领导 财力武力不断的突破 从黑暗中乘风破浪 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么好运的 我们记得在地铁上 为失恋而烦恼的说